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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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今天是很棒 因為我們這種 這種 21 年在台灣 這種我們是今天是因為 為了我們的 PDT 進入雲端環路的一個 免費的發表會 可以速度的適應 還有 吳韋雄跟貓哲英是比較受環境的影響 所謂受他是比較被動 老虎跟孔雀是主動 主動有利有弊 主動 尤其是孔雀什麼都明講 所以我們到現在 21 年大中華去 孔雀不到8% 真的啊 很容易相信人家 因為他 他講的是真的 所以動為別人講的是真的 他每次被騙人 因為吳韋雄就是他對這個步調和平和解 那這邊吳韋雄最大的優勢 很有耐心 很好的傾聽者 很好的照顧者 照顧者 關照者 所以 1992年就跟著馬鈴在學這個 PDP 那因為我早期是在中國生態中心 擔任這個顧問 總共做了17年 目前自己也是在一個顧問公司 自己設了一家顧問公司 那因為長期我都在輔導 那個中小企業 所以 PDP 對我來講 是非常實用的一個 我們講說工具 非常實用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平常看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在輔導的過程裡面 我必須很快速的了解 我這些客戶裡面的這些同仁 他們每一個人的狀態是怎樣 所以透過這個 PDP呢 我可以很快的很深入 去了解每一個人 基本上這一塊裡面有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所以我個人在做這個 這個 surveying的 將近已經超過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士 那常常很多都是樹妹平時 只會 然後今天看到了你 然後做了這張圖表 我就可以大家可以 跟你談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談談你的整個的特質是怎樣 你的傾向是怎樣 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 這套工具幫助我非常的多 幫助我非常的多 有它的一個特質 所以不要去輕視你的這個角色 而是怎麼樣把你的角色發揮到極致 這個才是一個最重要的 學PDP的這個基本的想法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在座的夥伴 下午好 好 很高興 又可以在這邊認識一些辛勞夥伴 我們對一下我分享一下 待會兒有一部分 可能我再三個會提到 那兩分鐘我大概講重點 我在1989年 最從事人力資源 想說通過PDP 讓他找到自己的擅長的地方 然後呢 針對其樂園 他要負起這個最大的責任 因為20%的高屆主管 影響公司80%的效率 所以這套工具其實可以從企業 在不同階段 你如何掌握所有高屆主管 剛才門律也提到了 一個高屆主管 假如四個頂域你沒有抓到的話 其實你在發展過程當中 會很多的顛簸 那我是實際跟著企業 經營到一、二十年下來 所以感覺特別深 我想我就先發表這樣子 再三個孩子 謝謝門律給我們這個機會 也讓大家學這東西 不單只是談你是誰 應該把它活用到 不管家庭、親子 還有朋友 相當有幫助 謝謝